大家好,张大哥直播了 怎样你们看我这个背景 好像在天堂哦 上面的光照下来 这样的背景感觉不错 我现在不在家 在一间礼店已经住了 第二个晚上,今天晚上是第二个晚上 就是住两晚啊 这是用掉政府给我们的旅游券 我就选择这一间在Bridgewood的 一间蛮新的四星半级的酒店 英文名字就是这个 A-N-D-A-Z 华文翻译叫安达市 你们说这间酒店值得住吗? 张大哥,哇,双拇指说赞 就是太舒服了 所以变得懒散 在这里就是吃饱睡,睡饱吃 有啦,有到附近的 阿拉伯 Street那边走走 有到五集市走走 都没买东西 整天只想回到酒店呢 享受他们所提供的餐饮 因为我有两百块钱的餐券可以用 但是因为 你知道啊,炒火条一盘十六块 炒火条十六块 所以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鼓励 这些住客可以把食物交到房间里 所以我一共有两次把食物交到房间里 然后有一次去吃他们的这个晚餐 是啊,是晚餐 对吗? 哈喽? 晚餐对不对? 昨天啊? 晚餐哦,对了 晚餐哦,对了 然后 早上的 早餐也是免费的 所以明天早上早餐也是免费 哇,很丰富 很愿意招待你 吃完了问你够吗? 喝完了问你够吗? 就是怕你不吃 送到房间的那个餐饮 也是非常丰富 哇,我在这边住两天 一定是胖了几公斤 所以 也没有 也没有 有啦,我忙着 你们如果今天有看 今天啊,这是我现在在录影的今天 当然这个影片是明天来播出 我有 在八点的时候有播出那个 呃,我们一家只吃团圆饭的情形 然后 我家的外孙女哦 突然之间起庸了 哇啦,哇啦,哇啦 把我这个影片本来是平淡 啊,没有什么新鲜感的 呃,头下的这个笑蛋 哦,实在很开心 我制作节目 其实都希望是原汁原味啦 所有的笑点都没有彩排 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预先 有任何的想法 那今天晚上 我跟你们谈 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哦,只是 讲一下这几天 呃,在旅店里面 呃,其实我也不想 因为我也不必退销这间旅店嘛 哦,你们有餐券 你们有这个,没有 你们有这个旅游券 就可以参加这个 呃,你店所提供的 这个服务 住一晚 送你一百块钱的餐券 早餐免费 然后那个 迷你吧台哦 那个冰箱里面的 水都是免费 请你喝 咖啡是espresso的咖啡哦 不是那种三合一的哦 有一个咖啡机在这里哦 所以其实是蛮享受的啦 说真的 当然你还是要需要付钱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了那个数码化 所以这里什么都是数码化 哦,你要 订餐也好 你要 呃,在这个 早餐的时候要订 要选订食物都是用扫描 然后数码 QR码 然后 然后都是英文字 然后就 让大哥还好能够 勉强的应付 但是 有问题的话 这些服务员都非常的 非常的愿意 提供 算是一流的服务 刚才 这个冷气机坏了 我们联络他们 立刻道歉 当然道歉了 因为整层都冷气 失修我 所以他们 好了之后赶快来 真的是跑上 跑上门 按门铃 跟你说对不起 说冷气好吗 我说有啊 有听到声音了 冷气OK了 我说为什么你满声大汗 他说我每一程度都要通知你们 说不好意思 对不起 要跟你们说对不起 你看 哪里早 我吃到这么大 从来没有听过说冷气 每次在国外冷气不好 你要那些人来修理 酒店里面有什么设施不好 有时真的是 等到那个景象都变成长颈鹿都没有 没有人来管你 管东话讲 床里都锁了 因为反正你礼费都付了嘛 住宿费也付了嘛 但是这里真的不错 第一次感觉在新加坡好像在台湾 第一次感觉在新加坡好像台湾了 我的小编讲 可见新加坡的服务啊 一般上都不好 张大哥活了这么多年 这个酒店我遇到的服务人员 无论是 维执币也好 清洁 这个整理房间的 这个工人也好 那个修理员也好 送餐员也好 甚至在用早餐的时候 遇到他的父亲 那个见习经理跟你谈话都好 还有 reception的那些 柜台的服务员都好 就是一句话 他们真的是用心来服务你 给你有一种感觉是 哇 现在身体不好 你们都是 愿意用餐券 用旅游券 而且选择我们这间旅店 我们一定要对你好 谢谢你们 我的工作就好像 我们有能够工作 就是因为你们能够来 所以张大哥也是讲 政府也是 真的要帮忙旅游 这个旅游事业 本地的旅游事业 所以 这个旅游券 最少张大哥收费了 真的也是要说一句谢谢 感恩 那也有很多人看到我的小编 我的太太 登在脸书 很多倾盆气友就开始打电话来 一直问这间旅店在哪里 无形中也增加了身影 同样的 张大哥因为在这个脸书啦 他在Youtube的关系有一些订阅者 也帮忙了网友 卖他的榴梦啦 卖他的鲍鱼啦 然后也卖蜜糖 那我的太太对蜜糖 我觉得值得去 带领 值得去推荐 所以我们呢 也想说 好好地做蜜糖 那我太太就 算是 开始 但是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不懂该怎么做 那我就帮腔 口腔的腔 所以暂时现在 那些订蜜糖的 蜂蜜的 野生蜂蜜的 我告诉大家 我的货已经 久久失失了 第一批货 第一批货 这个是我太太的货 暂时用我的电话号码 接下来就 换电话号码 他会去处理 因为张大哥本身 还是有工作的 这里要先跟大家说明 当然 我还是希望网友们 支持 我们所推荐的 盆横野生蜂蜜 哇 这一批盆横野生蜂蜜 要 送到新加坡 真的是困难重重 大家都看到了 什么货物来到关卡 都遇到因为疫情 这些司机们要被筛选 如果万一发 发现有这个 橄榄 这个 枯萎的话 人跟车又送回去马来西亚 实在做生意 真的不容易 政府有时是用心良苦 但是 有些人就问我说 团圆放八个人 那八个人去餐厅吃 八个人很难 为什么不要十个人 十个人跟八个人有什么分别 十个人跟八个人的分别 所以就多两个人 多两个人就有多一点机会 传染了 这个疫情 那为什么MRT不怕呢 为什么巴士不怕呢 所以 也是很难 很难去 现在人真的是觉得 有些地方是不是over 好像游车水 无端端最后几 最后的日期突然决定说 不要亮灯 那有人就问 有亮灯跟没亮灯 有什么分别 你封了那个MRT的出口 其他的出口还不是拥挤 那没有亮灯 人家就不会去游车水吗 那些商店都要做生意啊 所以我有时觉得 尤其是那个出口处 地铁的出口处 从那个牛车水站 有一个出口处 然后就通 通到这个 那些商店 突然那个 出口就封了 两边的商店 本来摆满了这些新年的装饰品 要卖 新年的这些 食物 过年 过节的货品 产品 哇 现在是建 什么 建材化水 对 广东话说 运财 发水啊 哇 发货都不敢发 真的 那些人 以为说 哇 我的 我的店 每一年 就是从地铁上 出来的 这些 旅客也好 游客也好 新加坡人也好 过年过节 就是 最方便来光顾我 包括那些 一些餐饮店那里 现在突然之间 你 你封住了 当大哥本来想去 本来这两天 顺便去牛车水 不过因为这边 吃住都很方便 又遇到有点下雨 所以今天 黄昏也没去 就 就在附近走走就好了 你想想看 一听到说 哇 好像没有亮灯 他们说 有有有 只是拜六礼拜 没有亮 星期一又亮 然后除夕又不亮 我心里想 哎呀 就确信叫大家 不要过年算了 过年过年 有看到一些 马来西亚的同胞们 跟孩子 跟太太 跟先生 都已经快一年多 没有见面 有些听说 要回去过年 要花多少钱 也甘愿花钱 就是要回去过年 过节 那我听到一些 见不到面 不要紧 万一是家里 有人离开人间 长辈离开了 哇 没有办法回去 奔商 那种心情 大家也能够明白 是 很不幸 也很 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但是 又怎么办呢 最好 最讽刺的 就是看到一个网友 登了去年 昨天的 他在 远书上登说 去年 政府说 卫生部说 最好的防疫 就是群洗手 有生病 在戴口罩 那时候 我们的最高领袖 也说 有生病 才戴口罩 结果 这一个事情 当然是误判 后来 也是看得出 他们有点道歉 但是又怎样 这样一句话 其实我们的疫情 爆发的 前面 就是因为 大家没有 及时的戴口罩 但是也有人说 那时候戴口罩 大概是要拿 卫生纸 没有口罩 Tissue paper 口罩是不够 那时候 现在口罩 什么口罩都有 到底有效无效 你也不知道 其实我个人 还是觉得 你会戴口罩 你会不会戴口罩 重要过 你的口罩 有没有效 如果你的口罩 是N95 你不会戴 你没有那种 卫生的习惯 也是很难的 所以最好 最好就是 远离 不要去 太拥挤的地方 这种话 是我告诉大家 那我自己 也是办不到 因为做直播客 总是要热闹 从热闹里面 才听到人讲什么 在听到人说什么 有人说 我们接下来 没有口罩了 我说 为什么没有口罩 他说 淡马戏的 那个执行长 十月份 要退休了 最好是 那个时候 疫情 能够解决 不难 每次你看淡马戏 就是提供口罩 给我们 我们多么要感激他 是哦 真的很可惜 我听了也是 没有口罩了 他离开 他退休 就没有口罩了 呃 真的 当然啦 大家是开玩笑了 啊 祝福他啦 也真的该退休了 顺便您 老公也劝退 劝退 真的啊 长江后浪 推前浪 六十五岁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人啊 六十五岁 就应该退 真的要把你原本的智慧 退下来啦 不要紧紧的 坐在那边啦 啊 我 我现在天天望 望穿秋水 就是希望那一天赶快到 甚至说 哎呀 要不要早一点退 真的 哦 我永远记得 我中间的一个邻居 那天才跟我太太 还遇到啊 有点中风啊 但是哦 我 我住在我 我现在的屋子 这间 在北部的这间屋子 已经住了二十三年 当初 我们搬来 他也搬来 不久就搬来 哇 他啦 这个老人家就是 每天就在主屋楼下这样 哦 没有事干 也就是这样 早年家得事 然后就在那边等 每天 跟几个老人家就在那边等 就退休退休 退到现在还在退休 其实我是很羡慕他 你知道吗 我也想退休啊 为什么不想退休 但是 哎呀 讲是容易啊 但是要做得到 就是说你最少 三餐没有缺嘛 所以还是要 打紧 咬紧牙根 为生活 拼下去 撑下去 当然生活的 节奏可以慢一点 钱是赚不完的 但是 赚钱是一回事 产品好 要介绍给人 之前人家介绍我吃鲍鱼啦 然后我也介绍给大家 之前人家告诉我这个榴莲很好吃 我也介绍给人家 那我自己也用钱买 买鲍鱼啦 买这个榴莲啦 都很好吃 然后呢 又介绍我 蜂蜜啦 哎呀 蜂蜜 太美了 太喜欢了 每天真的喝50个 50个cc啦 其实我没有喝到这么多啦 因为本身 还是有一点半信半疑 但是 觉得之后 喝了之后 真的是感觉很好 每天多少 都喝一点点 这样 这次来 还带 还带 还带在身上 我没有 那一个蜂蜜 本来是要 要给一个 一个网友 卖虾面的 那天去那边 吃了他虾面 在那边等 哇 生意好到 没有机会跟我讲话 结果我也忘了 把蜂蜜拿给他 也忘了跟他 拿另外一个产品 有一个产品 在马来西亚的 接下来 我有空也要 推荐给大家 先讲啦 这些产品好 我吃了 我用了 我觉得不错 就推荐给大家 算是我张大哥 直播世界里面的 一个 一部分 好不好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 张大哥直播世界 是非常多元化的 我们有谈一些 社会课题 我们有谈一些 政治课题 我们有谈一些 家庭问题 我们有谈一些 这个 吃喝玩乐 景点啦 介绍产品啦 旅游啦 旅游啦 简单的一些 甚至有一些 特别的经历啦 好像鬼故事啦 是真实啦 不是讲鬼故事 所以张大哥一直在想 其实做一个直播 可以要多元化啦 当然 我本身的专业 也还是会继续的 跟大家分享 我的信仰啦 我的道理啦 然后也希望 跟人家分享 我的价值观 我对人生的一些经历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 一起让大家能够认识 张大哥直播世界 里面的点点滴滴 也希望我们皮子 能够勉励 然后我的缺点 大家也明白 缺点也是特色 特色也是缺点 当然我不是自吹自雷啦 我的缺点其实是改不了 好多缺点啦 你们认识我的人就知道 骂我的人已经骂到口水都干了 我都检举 已经检举到七七八八八八九九 也没有什么人要发生 在YouTube里面如果 很过分的批判我 被我检举 结果连YouTube都不能够上 那又何必 当然人家可以按导赞啦 但是你看那些导赞也好 赞也好 肯定是赞 大概赞了95%以上 导赞大概一两位 一两三位这样 所以大家也知道说 诶 张大哥的直播世界里面 所说 所谈的 所讲的 所介绍的 都是值得大家去尝试 或者是去经历 跟我一起就经历 好像那天那个卖下面的 古艺下面 他就跟我讲 诶 有你的网友来了 太迟来了 我的下面已经卖完 听了也是蛮开心的 至少有网友真的 那就下一次早一点 最好是11点 去吃他的虾面 他的汤水还好 那今天我跟我的小编 他去阿拉普市那边 有一间 虾面也是很出名的 结果我们喝了 那个虾面汤 我太太还说 看起来还是我朋友的 在那个 Cross Strait的那个 虾面 的虾面好吃 他的汤也更加好 你想想看 不是说出名就好 然后我这个朋友 也是出名的了 然后我今天晚餐 也吃一个鳗鱼 哇 也是很好 后来我的女儿跟我讲 这间鳗鱼是很有名的 她说 叫什么 慢满 慢满 鳗鱼的慢 满座的满 满意的满 慢满 哇 好吃 价钱是高了一点 但是真的 真的这个慢 真的是慢 他的慢 现在啊 头脑里面还有 用火烫烤的 用火烫烤 还有他不但卖鳗鱼 他鳗鱼的肝也卖 鳗鱼的骨头也卖 我们也叫了 side order 我从来 吃慢鱼吃了好多年 从来没有吃过 把慢鱼的骨 这个鱼骨 用成炸成脆脆的 然后还有鱼肝 所以你想想看 这边附近 也是很多美食啊 所以张大哥也希望说 将来这些美食 也跟大家一起的分享 那还有一些新的单元 一直在想 要怎么去做 那政治这方面 当然不能够放弃 那新加坡现在 我们也没有什么大事情 大家最重要的 还是要努力的去 抵挡这个疫情的蔓延 那我们做小老百姓的 我们就是 谨慎小心 本土兵力 大家都有责任 但是境外输入 真的是政府要去面对 因为境外输入是你批准 不是我们批准 所以你叫我们小心也没有用 是你自己要小心 因为张大哥也看到 空服人员也被感染了 清洁工人也被感染了 保安也被感染了 机场也有很多这种 境外输入来 可能是感染到这些人 他们 这些前线人员真的付出很大 但是境外输入 你不让他们进来又不行 让他们进来 所以大家也只有听命运 这个带领 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政府带领 不然你要怎样 也没办法 所以你看到现在 张大哥也是忙中偷闲 因为过年孩子都已经来吃团圆饭了 你们也看我们家的团圆饭 也是简简单单 当然霸仙的盆菜 大家也见识到了 是蛮好吃的 所以我本来听 我每次听到盆菜 我有点怕 就是因为他们 把那个盆菜的酱汁弄得很 好像那种什么红烧 比如说吃鲍鱼 我喜欢吃清汤鲍鱼 我不喜欢吃红烧鲍鱼 盆菜 我就以为都是清汤的 都是好像红烧这样 那个卤汁这样 好像龟杂这样 我是没有什么兴趣 当然盆菜里面的料我有兴趣 但是盆菜的汤汁 我没有兴趣 但是你们如果刚刚看 我今天 所发表的这个影片 我的泰作 我的小编 弄的那个清汤 清汤式的盆菜 哇 真的太好 那个汤汁是用那个猪脚 他已经睡了 我想问他什么 他都没有办法应我 我已经听到他哭的声音 不要哭这么大声 等一下 这边会听 哇 真的不理了 他已经哭了 猪脚 用猪脚 因为他说猪脚里面的那个 会使到那个汤汁会有那种 什么有比较浓的感觉 然后他又熬鸡汤 对对对 鲜鸡汤是最重要 用鸡汤 做成那个盆菜的汤底 猪脚 鸡汤 还有一样东西 他跟我讲什么 我在影片里面有写 大家也看到 我们今年吃盆菜 有时吃烧烤 有时吃火锅 今年吃盆菜 那孩子们都喜欢 觉得比较方便 火锅是很多 又花很多时间 还要收拾很麻烦 盆菜比较简单 大家也看到我们做的这个 鱼生 那我就不明白 最近有看一个影片说 做鱼生 真正的鱼生 我还是奉劝 我们年纪大的 少吃鱼生 因为你要处理的好不容易 处理的不好很容易 除非你买的鱼生是大酒店 或者是专卖店送过来 那就应该是比较安全 因为鱼生很容易感染吸尽 所以我家每年烙鱼生都是用 淡淡辣的 尤其是今年少不了这个日本的极品鲍鱼 甚至有人来找我 说 邓大哥 这个日本极品鲍鱼好吃 我的先生就是一直要找日本极品 哪有卖的这么便宜 为什么没有通知我 什么没有通知你 我天天在影片里面就跟大家讲 要赶快买了 结果你们都没买 现在有了 很多人买 其实已经很多人买 那有些人还是看不到YouTube的影片 那我今天看台湾的电视节目告诉我 YouTube其实是很多人的YouTube的那个收缩量啊 或者是他的 他的扑过 怎么讲 他的所有的那些直播客的那些收视率都跌了 都不懂是谷歌 因为行情不好 广告要拉紧 还是什么 所以现在每一个影片 感觉上 邓大哥的影片也是 从几千国 这个国会议员选举 国会 那么国会 选举 几千人 每一次有几千个观看次数到现在 五百六百七百这样 也是好啦 总之 就是做直播客就是简简单单 那希望能够 想到更多的单元跟大家分享 当然有些单元想做就做不成 有点抱歉啊 特别 有一个旅游的那个海岛的 我到现在还欠大家这一个影片 做好了还没有发布 你就想 我竟然有这种事情 本来要发布的 又刚好我 我现在目前的情况大家也知道 我只能够延后直播 我不能够现场直播 暂时被 被这个谷歌 给我红牌 给我一张红牌 三张我就出局了 就更不用 跟大家做 做节目了 所以我要很谨慎 一直到四月九号 罚我三个月不能够现场直播 只可以延后直播 现在反正一播出来 第一个广告你们看的 每个人看的五秒 平面广告 算是广告费 广告公司都会分给我一点 当然是很少 但是我是觉得也是一种鼓励 最少我的广告费现在是每一分钟 拿到的 就没有错过了 过去的直播反而会错过 那你说我四月十号会不会做直播 当然还是会了 相对可能就会做少一点 还是延后直播 像我现在做的就是延后直播 我等下播完了之后 我播今天这个影片对不起 现在是星期二晚上 我看我能够不能够明天早上做好 就播出 不能的话就明天 那明天开始也 工作上也忙了 还有一些 帮太太处理这些蜂蜜的事情 希望退休后也能够带你一些产品 能够大家一起的分享 那我还有一个节目 就是我有一些私藏品 当大哥的私藏品 不是什么有价 不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是有价值 对不对 为什么不是说很有价值 因为 我有一些个人都收藏了 比如说草票 油票 当票 草票 油票 不懂 各位大哥也没有兴趣 搞不好 我发现 底下我的草票 当然了 我的草票也不是 不过是有价值 我有100块钱的草票 我有50块的草票 我有20块的旧草票 都是用钱买来的 当然 当然 它那个价值是在 所以可能 当大哥就会做一个 延后播出的那些 私藏品的分享 会了 所谓分享会就是准备 个爱 每一个产品 著名一个号码 然后介绍一下那个产品 然后列出我希望 出售的 价目 如果你觉得好 第一个 说愿意要的 当然 我就要联络他了 可能就是要他 whatsapp我 然后我就可以 说 你肯定要我了 就安排 怎样把这个 那个产品 比如说是 钞票也好 邮票怎么送到你的手上 就是这样 当然我应该是会 哎呀 到时在看 怎么去处理 这个 送这些产品到你家 会方便一点 或者在地铁站 我们 相见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是最简单 我常常在地铁 看到很多人 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我都有啦 我是觉得好了 跟网友们见面 然后就 把货送到你的手上 然后跟你 交个朋友 这样 谢谢你的支持 让大哥 也就是 接着这种机会 也可以认识 多一点朋友 出外 靠朋友 远亲 朋友比 远亲不如近邻 什么 近邻不如远亲 哎呀 不懂啦 那个意思是说 我一直忘记这些话 就是说你有朋友的话 朋友是比你的亲戚还好 就对了 就是这个意思来的 我现在头脑已经 已经 他的 已经影响到 我也开始想去 去找周公做梦 好啦 所以张大哥 今天的 哇 没有没有 也讲半小时 很啰嗦 你看 这个背景多好 安达市 酒店 是你理想的 休息地方 住在这里 什么都不想 连 直播都 都懒得去做 看电视 喝饮料 连宽泉水 哪里送到六支了 每天有六罐 多好 真的是 这边东西真的是 在这边 休息啊 过日子 真的是很不错 以示绝外 好像 世外桃源 然后享受真正的新加坡 应该有的那种服务态度 就在这里都找到 所以 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礼店的管理层 真的是好 你来这边真的是 宾至如归啊 宾至如归 对 把你当 财神爷啊 哇 这样讲 叫我的小兄弟 哇 哇 哇 你们说张大哥 你疯了吗 真的疯了 那天我画的 我看 本来 本来是 鱼身放前面嘛 吃完鱼身才吃 拉完鱼身才吃盆菜嘛 对啦 一定是这样的 结果别怕 因为 主角是外孙女 哇 所以就把他全部放在后面嘛 前面就讲 我们怎么过年啊 怎么预备这个团圆饭 所以我吃了啦 除夕我 跟我的小编 没事啊 很轻松 没有啦 其实有事情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八年初一就没事了 真的是 可以好好的在家里享受 这个 没有啊 我的孩子们都要来拜年 而且他们说 只来我家 因为今天不可以到处去嘛 所以哇 这个过年 应该也是有很多事情 很开心的事情 在 特别像看到小孙女 哇 可能明天要接你 太太再去买鱼身了 医生吃多一次都不要紧 再拉我一次 再滑啊 很开心 反正的 我不赌博的 我连买彩票都没有了 所以 人家我滑了就滑了 因为觉得这个事很积极嘛 很积极 很乡土化 很本土化的一种 人民哦 大家就为了这个滑啊 这样 不是说我们迷贪 还是什么 不是 哎呀 也不要说钱不重要啦 对不对 钱是很重要 但是不要被钱困绑 这是很重要 钱要用的 舍得用 也不要乱用 但是有时也不得不乱用 好像给你餐券200块 一盘 一盘 一盘火条16块 叫我自己掏药包 我是不会去order的 这餐券 既然 政府给我们去用嘛 用掉 所以 吃了16块钱的 炒火条 其实是蛮好吃的 料放很多 什么料都用 只差没有放鲍鱼 张大哥 今年真的 今年的运气 应该是特别好 吃鲍鱼都吃到 活了60多岁 第一次吃这么多鲍鱼 所以 这样我每年代理鲍鱼 或者介绍鲍鱼 我都甘愿了 现在 当然 什么都好 鲍鱼也可以收 9月那个鲍鱼四年 2024年到几 所以 我今年还吃去年的鲍鱼罐头 还开一罐 所以鲍鱼可以收 野生蜂蜜也是可以收的 这个蜂蜜真的是很纯 很纯净 喝了很有 很有那种 蜜的风味 就是那种花香的味道 然后又有一种酒味 那个酒味就是蜂蜜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 吃下去 总要感觉不是吃糖 吃甜 但是不是那种 很甜 甜到你有点蜜 到你怕了 那种甜 就好像榴莲里面 你要吃苦榴莲 对吧 如果榴莲太甜 甜蜜也受不了 要有一种苦味 那蜂蜜不是苦味 它是有那种酒味 太好了 而且太蠢了 我跟你讲 因为我的蜂蜜 明天嘛 开始就来了 就那些需要喝的 就要跟他们分享 肯定喝的人 买了又会再买 那我是替我的老板买的 老板 我称他老板 其实是网友 帮他代理 让他去 让他能够 其实他已经 旅败旅战旅战旅败了 就是这样 就是大家这样 能够帮就帮 我最近有看一个故事 有一个 有一个团体 新加坡有一个义工团体 专门照顾老人家的 哎呦 看了蛮感动 好像什么希望 什么支架 什么 一群人 本来是有一个妇女 组织的一个团体 所谓的社会团体 但是他很豪爽的说 我们从来不借金 我从来不募款的 哎不募款 为什么 我要我的义工 把心付出重要过 所以他的义工 不但是出钱出力 而且参与 照顾那些老人家 有些替老人家 离头发 修理 一帆半天 那些老人家的 换电灯泡 修理风扇 买新的饭窝给他们 帮助他们 让他们独居老人 可以过得更加开心 有尊严 他在受访的时候 那个川办的 一个潘女士 他有讲一句话 真的是让我觉得说 这个人 想法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不相信募款 他相信说 如果你有心 你不但帮忙 你力会出 你也肯出钱 你是一个出钱出力的人 他就是要求 每个都是出钱出力 他不要要求说 你们有钱的人 出钱就好 他就要出力 所以还有什么 举行脚车 一大 环岛游 马拉松 很多那种工作 我觉得看得很感动 但是他有讲一句话 很让我 作为今天晚上的直播里面 最后 算是跟大家分享 他说 他最讨厌讲说 我帮忙你 他说不要讲帮忙 你帮忙人 我帮忙人 其实 当你说你帮忙人的时候 就是很 其实你是一种 无形的高傲在里面 你帮忙他 导不如说 他帮忙你 让你有机会帮忙他 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啊 你 你同情他 导不如说 导不如说 他同情你 让你有机会同情他 你施舍他 导不如说 他让你有机会施舍 他让你有机会 施舍 你要感谢他 是啊 其实在我们中间 做辅导学里面 学习的 其中有一个哲理 就在这里 每一次你去帮助别人 不要高高折上 你觉得说 这是一个 上天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也能够学习 帮助别人 然后你还要谢谢他 说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帮助你 你要有这种mindset 你生活就过得非常有意义 你就永远不会骄傲 你就永远不会自大 你就永远觉得你是 永远和对方 是互相学习 互相扶持 互相分享 所有的事情 所以当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是寂寞的 就算你是一个领导者 因为你发现 你身边的人 大家都是领导者 跟你一起领导 跟你一起的打拼 哇那种感觉才是好 哇 唯有你是一个大将军 其他都是小兵小准 遇到强大的敌人的时候 你不是很惨 如果每个都是 斯巴达 八百钻石 三百钻石 斯巴达 是八百 还是三百 我一直忘记 斯巴达 八百钻石 或者是那个 四航倉库的那些中国国军 当时那 八百钻石 那个是八百钻石 如果大家都是一样 能够齐心 泄力的一起去面对困难 哇 这种力量还是很大的 就好像说 十兄弟还记得吗 有耳朵 听力很好的 有手很长的 十个兄弟 每个都有自己的绝招 结果 那个只会哭的 却是最后关头救大家的 把所有的兄弟跟父母 因为哭嘛 所以敌人就 在他的眼泪 哭成泪海 然后把敌人消灭 所以你想想看 大家一起齐心和力 那种感觉才是很好 所以我也收回 刚才又讲了 我也说 帮助那个大哥 其实不是帮助他 要谢谢他 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他也帮助我们 不然张大哥怎么吃得到 这么好的鲍鱼 吃得到这么好的榴莲 喝得到这么好的蜂蜜 不好意思 我还透露一个小秘密 他还送虾给我们 以为他要卖虾 结果他说 没有了 虾不卖了 不必 当前你不用帮我宣传的 谢谢你 我还谢谢我 我就谢谢你 但是 我也坦白说嘛 朋友归朋友 人家辛苦 我们也不能够 怎么讲 不能够趁机占便宜 所以我也坦白跟他讲嘛 你的产品 我都要我自己付钱先 你总是要付钱 然后你好你就介绍 不好就比较 到现在没有一样不好 所以我都好 好像那个下面摊 我也是去啊 每次去都要付钱 总不可以说 我帮你宣传 所以你应该免费招待我 张大哥最怕这种事情 你不要忘记 我做过什么 我做过警察 什么事情还是自己要付出那个费用 人家请你是一回事 第一次你总是要付费 接下来人家要付费 你也要坚持要付钱 他可能可以算便宜一点 不可以白吃白住白用人家 这个是最重要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 一种学习的一种 就是我的一种学习的态度 我的一种人生的 觉得不要了 不要白吃白用人家 这是很重要 我是觉得应该要 自己该付的总是要付 好啦 今天直播直播也谈 哇 这样也讲了45分钟 我不懂我在讲什么 就介绍这个安达市 如果你有旅游券 我觉得值得啦 来这边 他的旅店大概200多300块 表面上你付300 因为扣了100 大概付200 如果你要看海景啦 或者这个 我这个背后是城市景 我不可以打开来 因为那个反光 整个反光 所以就不能够 只有遮住 但是很美 外面 看得到整个城市的风貌 那你看300块啦 比如讲300块 政府给100 自己出200 200块 两个早餐 给你100块钱餐券 所以你只出100块 不是说不好吃 贵 但是好吃 所以我刚好 我太太跟我两百 就吃了一个午餐 然后两次外卖 进来房间 一次是宵夜 一次也是当晚餐 这样子 虽然蛮不错啦 然后到附近吃 它吃那个鳗鱼 这边 它附近有一间 满满 满满 好吃 鳗鱼 然后有虾面 也吃了文明的虾面 好吃 但是输给我朋友的 所以也不想讲它的名字 所以这边附近也有五级 Bukis啦 那些阿拉伯市 那些 哇阿拉伯市那些 我今天看到一个心酸的事情 也不得不讲 你懂那些阿拉伯人 那些巴基斯坦人 印度人在那边开那些地毯店 Cupback 没有生意嘛 没有理科进来嘛 那店员那边用吸尘机来吸他的那个地毯 看着蛮心酸的 生意没有 灰尘有 所以还是要用吸尘机在吸尘 哎哟 这个疫情 多少人倾家淡产 真的是 做生意的真的是苦不堪圆 那你真的 你 一点讽刺那个店员没事干 没事干 也不可以不 没事干也要干事 因为就是那个地毯没人买嘛 没人买 但是灰尘照样来 所以还是要清洁 哎哟 我看了那种心里很心酸 但是我们家也用不了这种地毯 我们华人不 有啦 有些地方 地毯那种阿拉伯的 那种嘛 巴基斯坦的地毯 哎呀感触很多啦 有时候看到人生 很多做生意的人在这个疫情啊 真的是 我现在这个疫情过了之后啊 整个世界也不能变成什么样 也是很久没有谈谈世界的课题了 包括美国总统啦 台湾的政局啦 缅甸的局势啦 每一样其实张大克都在关心 只是 不懂怎么 哎呀 要去整理一下啦 准备要说信口开和乱讲 其实台湾政局又又又又又又真的是热闹啊 我每天每一天都在那边示威抗议 工商数字被软禁 美国现在要谈个川普 也不容易 然后拜登面对的问题那么多 收拾那个川普的烂摊 然后拜登年纪这么大 然后你从台湾啊 那个赵少康 现在不只是要选 党主席不能够选 他说他肯定可以选总统 党内初选赵总 所以你看 这边的总统才位置 已经第二任啦 肯定要换人了 这边在野的国民党就 哇 俯视眈眈了 又反萊猪啦 又罢免 来罢免去 这很奇怪的 能够罢免 新加坡是没有这回事 总理做不好罢免 坦克 我们没有 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坦克和罢免 好歹都要做完四年 不好就是四年后跟你 跟你sayonara 就是这样简单 但是有些人是被牺牲的 好像我一直怀念 我北部选区的阿民 结果送去那边当 成为 算是人民行动党 这么多年来 第二次 激选区 败选的 第二个 激选区败选 的 这个 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 很可惜他又不是那个选区的 他是从空降的 哎呀 阿民 听说没有了 现在回去做自己的生意 还是做律师 所以我跟你讲 人生 张大哥今天晚上真的没有完全没有 是想跟你们见面 总是学了算应该要直播 但是没办法直播就延后播 好不好 好啦 真的是 这样讲一下就要一个小时 可见我真的是口水多过茶 但是 其实他家啦 每一次的直播的影片都有 都有 进千人 这样讲比较 有一点 要给自己一点鼓励 因为我发现我的影片慢慢 六百七百八百 进千人来看我的影片 最近我那个订阅人数也增加了 我退订的人越来越少 就是订阅的比退订的多 这也是我的安慰 还有我感谢我几个网友 会员都还继续保留会员 大家会员们 大家不要 张大哥不会忘记 过年后 就一定会 履行 你们 我对会员的那个 promise promise 所以 如果你想参加会员 暂时不要啦 11月4号 等我解禁之后 开始我会宣传 希望你能够加入会员 然后 我谢谢我的会员 不但每个月付费 支持我 还帮我做很多评论 我真的很感动 但是我就是一个问题 我一直记 他明明是一直记不了 我一个就是在一个 Jestine 一个Core 还有一个 Yu 什么 我现在只有三个会员 谢谢他们 Jestine Jestine是写最少的 但是我比较容易记 因为我每次 她的名字最难 一个Jing 一个Ko 一个Yu 惨 三个人的名字 我都记不了 不好意思 真的知道你们是谁 知道你们 当然会写来支持我 谢谢你们 对我的影片都做评论 谢谢你们 好了就在这里了 要过年了 先预先 希望大家呢 在未来的 这一年 都能够在你的事业上 在你的工作上 在你的家庭上 在你的孩子的亲情上 亲子关系也好 亲子关系也好 跟老板的关系 跟朋友同事的关系 跟亲的关系好 都是如果有问题的 都能够扭转乾坤 我很喜欢用 扭转乾坤 现在我们的政府 也能够带领我们的人民 扭转这个疫情 能够使到这个疫情 完全被打败 好了 完蛋了 哇 真的 Snow的声音很大声 再见 拜拜 拜拜